在日本失蹤快要五個月 台灣女流學生陸喬英 今年三月留下字條後就失蹤 到現在音訊全無 從小到大人 他經常在我家的報告 差點說要錢頂的錢 買不到來給他而已 阿公說孫女從小就是乖寶寶 從來不讓家人擔心 也沒有過任何俏家的紀錄 學業成績非常好 才被學校選為召喚生 先期五分的媽媽到日本 也找不到人 卻發現女兒要離開 連銀行賬戶裡的錢 一毛都沒動過 換洗衣物連一件都沒帶 寶貝女兒到底去了哪裡呢 一年前就開始計畫了 然後我沒有打算回來 我現在在朋友家很安全 然後呢 一年前就想要跑了 然後 我 我對這樣的環境感到厭煩 交集的家屬跟日本警方報案後 日本警方卻說這只能算失聯 不能掉女學生的通聯記錄 也不能掉IP位置 日本機場和港口都沒有女學生的出境記錄 只能證明女學生沒有持護照離開日本 學生簽證即將在幾天後到期 再不出面 恐怕就要變成日本黑戶 家人擔心女學生的安危 現在只希望大家能夠幫忙找找寶貝女兒 讓心裡的大石頭快點落下 記者翁起平張曼蓉台北報導